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创下了波段新低的状况之下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从一早开盘之后 就启动新一波的一个下沙行情 指数的低点 最低点一度是来到了10359点 当时是下跌了534点 而后虽然说指数的跌幅都有呈现略微的收链 但整体而言也都还是维持在今天相对低档的位置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471点 来到了10422点 好那我知道大家看到今天台北股市这样的一个表现 大概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会觉得有一点心灰意冷的一个感觉 但现在我是要告诉大家 既然你在这么晚的时间 还选择来听小时的一个解盘节目 我就希望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能够成为大家投资生涯的转捩点 那我之所以这样子讲 绝对不是为了要去安慰大家 或者说像这一波下沙的一个行情里面 市场当中有很多分析师 那个股价跌了两成 套了两成套了三成 甚至套了五成 他都不愿意做处理 然后每天都告诉你说等跌生反弹来安慰你 我之所以会这样子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实际上如果说明这一波行情的高点 一二一九七到今天的低点 一万零三百五十九点 他也不过仅仅下跌了百分之十五 你看美国股市 他在过去这几天 他从高点回档 他就回档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如果说就华尔街的一个定义来看 当你从高点回档百分之二十 这个代表进入到所谓的熊市 也就是空头市场的一个情形 那台北股市跌了15% 你就觉得对于这个行情失去信心 或者说你对对于这个你的操作 或者对你的投资 你就觉得心灰意冷的话 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事实上这个市场可能不太适合你 你还是把你的钱摆在银行 或者说去买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的基金 那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认为今天事实上有几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去改变大家的观念 但这个部分我想我稍后的节目里面 我再跟大家做分析 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重点 应该还是在于说 到底台北股市在美股进入到熊市之后 它能不能够止跌反弹 然后如果说要出现止跌反弹的话 它必须要符合哪一种形态 所以夏老师这个地方今天告诉大家 如果台北股市要反弹的话 它必须要符合两种形态其中一种 那当然如果两种都符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形 那到底是哪两种所谓的一个形态呢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就透过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技术面 来跟大家做分析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上方的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一般标准的K线图 但下方我们今天摆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它叫做融资余额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讲两种形态嘛 一个叫做清洗伏额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另外一个叫做已跌止跌 那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清洗伏额这件事情 那通常我们在股市当中 不论是股票也好或者是指数也好 当它跌得很快跌得很深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弹 通常都是在融资的余额减幅 它大于或者跟这个大盘的那个下跌的幅度 相近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跌生反弹的走势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是前一波 12197 这个高点这我们刚刚谈到 然后回测的低点是在11138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时是下跌了1059点是跌了8.68% 那同时间呢 以融资余额的最高点是1456亿 如果你要减8.68%的话 你应该要到1329亿 但这一波的低点 它最低的时候是来到1323亿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减了133亿减了9.13% 是大于大盘修正的幅度的时候 指数开始出现跌生反弹 这是第一波的一个反弹行情 所以以同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计算的话 你看这一波的行情 12197 那明天会不会有新的低点 不知道到时候再来说 但至少到今天为止 10359 它是跌了1838点 它跌掉15.07% 但同时间呢 你可以看到指数的部分跌多少 跌了15.07% 但同时间融资余额跌多少 融资余额的部分 如果说要达到这个水准的话 实际上它应该来到1236亿元 左右的一个量额 如果说以这个昨天的一个余额 因为夏老师在录节目的时候 融资余额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所以如果说以昨天的一个融资余额来看的话 大概要跌 还要再减少91亿 接近百亿元的这个融资的下滑 所以当然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你不能够讲说它清洗符合的效果已经达到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是以跌止跌的话呢 现阶段离美国股市开盘大概还有25分钟 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台指期现阶段跌了346点 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可能睡不着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就等幅测距的角度来看 好原本我这里破颈线位置对不对 希望三天之内可以站回去 那当然今天第三天指数大幅度下杀 代表我这1138站不回去对不对 那1138站不回去 从12197跌到1138 我们刚刚讲是1059点 所以你就等幅测距来做计算的话 就是1138-1059 它的合理的满足区 以跌止跌的满足区 应该要落在1079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以今天的一个行情10422 离这个10079 它差多少点 差了这个343点 所以以目前台指期的下跌幅度来看的话 应该明天开盘 它有机会碰到这个位置 好但问如何 我要告诉大家 你说1比1的跌幅 或者是1比1的幅度 它是不是到了之后 它就一定会停住 这个当然也不全然 因为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谈过 不过至少你可以 以这个价格先来做观察 如果杀到10079附近 它开始出现收缴 或者说来到这个位置有撑之后 开始快速收链跌幅 那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行情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会有一个跌升反弹的机会 但问如何 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观念 是在于说 现阶段的行情 你会觉得说股票套牢了 我把它摆在那里 反正就先不管它 等看后面有没有解套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波行情其实非常重要的重点 应该是在于说 你能够守住多少资金 它会决定你转亏为盈的时间 我之所以这样子讲 一样我不是去给大家画一个大饼 或怎么样 而是在于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你现在担心什么 你现在担心这个是所谓的金融海啸 对不对 因为上一次金融海啸在2008年 实际上有很多投资朋友可能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在做股票 你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当今天比如说你500万的资金 好那你现在可能赔了50万 或者赔了100万 你现在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假设这一波行情真的大幅度修正了 你如果我这样子讲 如果是A跟B两个人 你原本500万的投资 你留了400万下来 然后当行情止跌的时候 你有400万买股票 跟你有500万可以投资 然后你输到剩下200万出来 然后一样带登个低点你买股票 你觉得谁会比较快转亏为盈 当然是资金流的比较多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稍后我会举例子给大家看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希望大家会想说 老师我不卖我就没有赔啊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不卖你赔更多嘛 好所以这个部分 不是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股票都出清 因为反弹的时候还是会有强势股票 但是我想我们过去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有出现反弹 你要调节弱势股 从他这个当时1月30号第一根破线的时候 我想我就一直去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守住多少资金决定你转亏为盈的时间 同时你要注意的一个是 高融资使用率的个股 你要留意多杀多的一个走势 那稍后我想我会在节目里面 举一些例子跟大家来做分析 但问如何 这个部分我刚刚既然跟大家谈了 你要守住资金 他才会让你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还是在于你手上的持股要怎么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一再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你手上个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Light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说我们的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ght的一个好友家族当中 有什么样个股的一个问题 你就跟我们的小编来做发问 那我回答完之后 我会请我们的服务人员透过LINE 或者说透过电话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明夏老师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加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接下来呢 我想就跟大家谈一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举的个股的例子 然后以及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我手上的股票 其实大多数的个股大家都知道嘛 那我今天我就 我就简单带过了 因为事实上很好笑 因为那个我看今天那个下午很多分析室的节目 很多人都是选择用之前的图卡嘛 那我也是用之前的图卡 但是我是懒得做 因为你知道我买在哪里嘛 你知道我买在哪里嘛 所以我不会因为摆这张图卡 你就知道你就会认为我的反甲赚钱嘛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但我问如何 他的筹码没有变 他的筹码没有变 所以这个部分我选择先做续报的动作 这个部分我直接先跟大家交代 那因为今天投信是完全没有进出啦 你也可以讲说他有点害怕了 但没有关系嘛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去做调节出场的一个操作 然后另外一档个股世纪钢 这个当然我们当初在73块2做布局 然后今天世纪钢 我想外资跟投信都还是正在买方 那筹码没有松动 我想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谈到 那既然是这样的状况 就不用随便被洗掉嘛 但是另外一档个股3042经济 我反而在今天先做获利出场了 那当初买的价格是48块4 然后我们出的平均价格 因为我昨天有出啦 然后今天杀下去的时候 我也把它除掉 那平均的价格大概在50块钱附近 那3%没有很多 但是至少它是一个获利退场的 那今天我还有买另外一档股票 但是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的重点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刚刚讲说 我希望这一期节目可以成为你 投资生涯的转捩点 那即便你后来发现说 老师你都胡说八道 它也不太好用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说 你即便是这样子 你把资金抽出来 你把风险控制好 即便你不是跟我操作 或者是你觉得夏老师不准啊 那个后面股票也没有上去 没有关系 那我只希望说你能够保住你的元气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只要留住钱 你只要留住资金 后面你要翻身其实都很容易 所以这个部分我先举一档个股来跟大家做说明 这档个股叫做3105的文贸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成功的失败 为什么会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在今天早上我要出门之前 还是习惯要开电视 然后那个时候电视上在播一部1995年的美国电影 叫做阿波罗1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那它的剧情是描述 反正就是把太空梭射到要去登录月球 结果过程当中出了一些错误失败 但是他们想办法把人平安的带回来 当然我最后没有看到结局了 我看网络上的那个结局是这样子 那他们把这件事情 就是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 他把这件事情称之为叫做成功的失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就登录的结果这件事情来看 登月对不起 登月这件事情来看它是失败 对不对 但是太空人没有事 他平安回到地球 这是一个成功的失败 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失败当中学到经验 或者是学到教训 他才会让你对得起你停损出去的钱 所以这档个股我应该这样子说 对于我的会员朋友来讲 当然我当初大概买314 然后砍275 一张要赔3万块 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失败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 可以得到一个观念 就是该处理的股票一定要去做处理 你看我们在2月27号 我也直接告诉大家 你市场当中你大概很少看到 分析师在跟你讲说他停损 他赔了多少钱的 讲的都是讲好的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我希望你在我这边看到的都是最真实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在2月27号 我在275块停损出场 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大概是30块钱的价差 如果不出场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起 40块 40块钱的价差 那百分之10 12点多 但是你看 如果你不出场的话 到今天多数多少 今天是跌停板是238 它是37块钱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如果一张多输37块 那你10张你就多输37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刚才会讲说 你看 如果你当初你买的是文帽 你停损了 然后你说 谢老师 最近操作不是很顺利 要不然我不要跟好了 那也OK 对 那至少你不会 这一波新的股票再套到 但是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 它的股价跌下来 如果你当初没有去做处理的话 你现在很难处理 200块钱 你问我 老师明天 会不会反弹 老师说 我也不知道 对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外资从2月14号之后 它大概减持 11862张 成本在280到290 所以我只能够告诉大家 当时 其实包括我的会员在问我说 老师他没有低 他说我没有第一时间停损 那我应该在什么样的价格去做出场 那事实上 那个时候的成本 大概就一直都在这里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就280290就出嘛 那后来我记得 最高是来到290几块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你看 2月14到3月12 当时卖出的价格 281 286 281 290 280 283 286 所以大概就是280到290块钱之间 谈起来 如果你有出的话 今天我觉得你相对来讲 你会比较轻松 虽然说它还是一个赔钱的结果 但是相对来讲 你就不会压力来这么大 那跌下来之后 你想要去买其他股票 或者是你要等稳贸低接的买点 你都长有主动权 而不是说你现在股票套在这里 你不处理 然后你现在只能够被动等待解套 那万一他三年之后才解套 或者是五年之后才解套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法售会之后大摩给348 瑞幸给385 但他们都在那卖方 那破颈线 这个位置是颈线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不要抓 那个太远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300多块的价格 你如果就光抓这一小段 这里我没记错 应该是262到多少 我看一下 这一段过程好像 我记得幅度好像是51块 就是327 不止51块 对不起 262 262到367 327 这个多少价格 327-262 它是65块钱的价格 所以对不起 这个地方算错 应该是198块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你不处理 很被动 今天如果你在 270-280 你知道它股价可能会回测200的时候 出不出 当然出 但当它今天已经跌到230 230块的时候 它等于是在这个区间中间的时候 你说要不要出 是要等跌到这里 弹起来 还是说我这个地方先砍 然后跌下一周 要不要再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可以处理的时间 你就快点把它处理掉 不要说摆到最后 你会变得比较难操作 所以回归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说这种事情 老师你又没有教我们什么 那个无敌万用指标 可以让我在那个股市当中 百战百胜 这怎么会成为我们投资人生的转捩点 我要告诉大家 在股市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要百战百胜 因为没有这种方法 重要的是 当做错的时候 看错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损失最小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你在股市当中 能够长久生存之道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从一档我们停损的股票 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也不怕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两个股停损 因为你看我们节目 你都知道啊 对不对 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两个股给我们的 启示就是 你今天砍错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去想一个问题 大家很担心说 那老师我会不会砍了之后 那股价弹上去 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对 不要说 不要说 十党对八党 你十党对五党 他就可以帮助 因为你亏一定是 不会伤到你的元气 但是这种叠下来 你就很难讲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然后其他的个股 事实上现阶段其实就是很明显 在杀融资多杀多了 所以我也简单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对于这几档个股的看法 例如说像是4968利基 好 4968利基目前融资的使用率是50.59% 这个我就不带大家看了 你就有兴趣你自己在 你的看盘软体稍微查一下 因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家那个券商的那个看盘软体的XQ XQ那个版本 它都只有一根K线 所以我们今天拖这么晚的原因就是 找不到图可以秀给大家 好那无论如何我要告诉大家 你看这两个股 当时股价最高是255块 那为什么是破200之后 它会多杀多 很简单的概念 现阶段 现阶段融资的维持保证 这个维持率 维持率的部分 低于多少要发margin call 要做追缴 130吗 那130怎么去做计算 这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当初你是买一档100块钱的股票 上方是10万 那你它券商借你多少 它借你6万 然后你自备4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下面是6 所以你的维持率是166 167 看股价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的就是千位数不借 所以它会有一些金额上的差异 简单来讲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这里130是多少 你把6成过去 所以是78块 原本100块钱的股票 跌到78块的时候 它就剩下130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就是22% 所以两成以下 它就会启动 开始有那种多杀多的压力 所以你看255块的两成 是不是破200之后 它会多杀多 哪时候破200 这里 这一根黑黑破200之后 它先多杀多一波 对不对 整理过后 因为它融资有没有有效沉淀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是呼应 我们刚刚所谈到大盘的部分 大盘如果要做止跌 筹码要做沉淀 个股要做止跌 筹码不要做沉淀 要啊 它融资有没有减少 就减的效果不好啊 我要讲 多杀多不代表 融资一定会减哦 因为可能会有新的跳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把风险扼杀在摇栏里面的时候 你手上有股票 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买当初买220 230 你知道它是高融资使用率的股票 你要不要等到跌到这里 你再问夏老师说 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不论你今天买的是现股或融资哦 你买现股也一样嘛 因为你知道有人会杀嘛 那有人会杀你当然先走 难道你留在那边给他杀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当他 你确定他好像要开始破的时候 或者你买210啊 然后你发现他破200 就当初最高点255 你稍微算一下 他又高融资使用率 他又破了股价从高档回档 两成 那告诉你什么 多杀多啊 多杀多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从2月5号之后 外资开始做减码 5582涨不多 成本在156到165 为什么要算这个给大家看 因为你要回到200块钱以上 你现在等不到啦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办 你只能够寄望 他的股价能不能够 谈到一个相对高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出 你就是这个价位了 你就不会有这边了嘛 因为这个是 很远之前的价格了嘛 对不对 那小云头仅限跌破 所以正常的状况来看 137.5这个低点应该会破 那等幅测距算到128.5 所以又是同样的问题嘛 就是如果你当初这里不走 跌到这里你就摆 然后等弹起来之后 你还是不愿意走 现在又跌破了 你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要不要走啊 因为他可能整理到128.5 又一个低点出来 整理一段时间 万一又破怎么办 是不是又要继续往下算 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大家 有些东西处理你要及时啊 不要说等拖到后面 你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那个时候 你要想办法就很难解决嘛 对不对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是 我昨天的节目 所以礼拜三嘛 然后 所以有投资朋友来问这档个股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陈小姐 所以不要再讲说 夏老师你讲那个持股解析 都你的助理在解 没有都我在解 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是谁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这样子讲 因为这档个股 其实也很多投资朋友问 所以我也顺带 因为我有请服务人员 转达我的意见给他了 但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就稍微谈一下 外资从2月10号以来 这两个股其实比较特殊 他其实外资是买超的 那法说会在哪一天 你还记得吗 法说会在这一天 其实那一天的法说会 我们有听 然后 很多外资 接下来都出报告 国内法人也出报告 普遍来讲都是看好 但是没有用 市场是对的 所以他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他这场也可以往下 我没记错那一天 打到谍听板 对不对 那 这个部分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你说老师 他不是外资买超吗 对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 也是出现在融资 融资45.14% 那高档266 我回档 就是80%的部分 是212块 所以从212块钱 以下 他会开始有margin的问题 你说老师 212台8成 你不是说78%吗 不要忘记了 你是借钱 你还有融资 你还有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如果做空的话 当然大家还是要有新用户 但是做多 我们都建议大家用现实就好 你不要用融资 因为融资会更难的算 融资不只算你的那个幅度 还要算你的利息 它会更难算 所以这个部分 尽可能 就是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就做多少钱的事情 好不好 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观念提供给大家 那高点回档 两成212 所以现阶段 有没有开始margin margin就是 追缴了 有吗 所以这个部分 不好说 如果这里破190.5的话 它会走一个N字形下跌 什么叫N字形 我把它化掉 太乱了 这一段 266 跌到多少 190.5 是多少钱 70 75块半 好 N字形的意思就是 你看原本破这里要等幅 但是现在它要弹起来 然后又往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所谓的N字形 就是这里的长度 会跟这里的长度一样长 所以你如果去稍微做计算的话 因为这一波的高点 是在246块 所以你如果往下跌等幅的话 它会来169.5 那169.5 这个应该就比较好思考了 因为还有大概30块钱的空间 那你就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跌到169.5 然后很恐慌才砍出去 还是你现在要做处理 好 那你现在都不处理也没有关系 因为行情有时候很难讲 220到230 弹起来 该做什么动作 该做出场 就不要想了 即便你当初买这个位置 就不要想了 因为你本来都应该出了 对不对 那你说万一老师出了 又上去怎么办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对 真的不要说对 对到七成八成 你只要对五成 就我昨天谈到的嘛 你只要你把你的风险控制好就好了 你最多就这个嘛 大家一直常常问我说 老师我们停损到这种损失 要怎么设 就是你当初买进的条件 它如果改变 你就可以砍 今天如果2%3% 你也可以砍 对不对 总比10%好 那最差的状况 你就不要摆超过这个幅度 因为这个幅度好处理 算90块 你如果从100变成90 然后要从90变回去100 你要1.1倍 不是10%嘛 对不对 就是要11%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其实都好处理 一根停板在航行文的时候 很容易做 但是你如果放到这里 涨到这里要一倍 这个就很难 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 你留住多少钱 这个才会决定 你要不要跟我做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时候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Brain的老师跟你讲什么 他讲说 我这样讲 我们应该这样讲说 如果那股票跌 2% 3% 5% 7% 8% 9% 要留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合理的 跌那么快 本来就应该会有反弹 但弹起来 要不要出那时候再说 但今天如果 2成 3成 5成 都还在告诉你说续报 那他没有帮你的钱当钱 不是这样子吗 他没有帮你的钱当钱 没有关系 因为那是你赚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 把自己的钱当钱 不是 是不是这样 我这样子讲 很多人存了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你现在都不去理他 我先把那个 最后一档股票讲完 最后一档股票是神盾 是不是高融资 高点回档 252之后 这个地方开始多杀多 因为他最高315.5 所以252在哪里 不是在这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他从高点回档两成的价格 他都会出现长黑 这个都不是大盘在跌的时候 对不对 去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 所以这种股票 他会出现多杀多 这个跟法人买多少 关系不大 他就是人采人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成本220到240 所以谈起来有这个价格你要出 破200整数关卡 现在破了嘛 那 等幅下去 他有测百元的机会 我就不带大家算了啦 反正 你看了那么久的节目 大概就是稍微去抓那高低电 大概就是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这个万一不小心跌到100块钱以下 现在181你要怎么处理 大家就要想这个问题啊 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不是融资也是要处理吗 因为你知道融资的卖压 会去采你的股价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我突然忘记 我刚刚跟大家谈什么 简单来说啦 就是 还是那一句话啦 就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投资朋友 你现在工作多少年 那我甚至我还有会员是学生 那我要这样讲就是说 你工作了20年存的钱 或者工作了10年存的钱 来做股票 那我刚刚就谈了嘛 如果说真的 这一次真的是一波海啸 那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 当初2009年有多少人 这样子搬钱 他就靠这样子 他的人生就退休了 但是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这一波他真的是暴跌跌下来跌到 五六千点六七千点 maybe 更低一点 但是你如果没有留下足够的钱 你看你工作了10年20年才存这些钱 你要做股票 跌到六七千 然后你的资金全部卡在上面 然后你要再赚20年 然后再累积这个资金 但你确定那个时候指数在低点吗 会不会又回来这个位置 然后你手上的股票没有解套 然后你又要再面对 我工作了20年 10年20年存的钱 要不要投在这个相对高点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跟不跟我做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下来的时候 谈起来 谈起来让他没话讲 谈起来你自己会做 你都不用问我 对但是你要想的是说 万一下来的时候 你现在退出来 你还可以留多少 那我们等那个低点吧 我不是讲说六七千 他就一定要来六七千 现在就是先看万点保卫战 对不对 但是守住了 搞不好疫情趋缓了 第二季 第二季气温比较热了 然后疫情趋缓了 需求 地盐的需求出来了 他搞不好又是一波大行情 但问如何 你一定要保住你的资金 你才有办法做那个大行情 你如果今天都输了 就不用说了 现在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一样 就是简单跟各位去做提醒 我知道 我现在在录影的时候 美股已经开盘了 我看一下 1683点 跌几% 跌7.1% 这个 标普 标普要熔断了 7%要熔断 那无论如何 你先做好保护自己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 就给大家做建议 我说了 就是 股票都要改 也不是请助理解的 助理怎么会解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透过加入我们Lite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3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就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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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